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你 真的是你 怎么 才一天不见 不认得了 你 你不是应该在长渊吗 你怎么回来了 知道几阵把你带 把你出事赶回来了 我从国公府就一直跟着 若金珍珍要对你不利 今天就是他的死期 今日杀了你一次 还能再见到你 真好 我让你离开 就不想你再经历这种事 谁料到最后还是疏忽了 这种时候 你就知道我们这种 桀骜不驯的女子 有多好了 桀骜不驯 桀骜 且小心眼的女子 我要是真小心眼 我都不回来 不过经此一事 其朕的疑虑肯定消去了大半 这是一件好事 不过我想问 你是怎么分辨出 那个假的我 那个人 长得跟你真的一模一样 声音还比你好听 不过就在那一瞬间 我就知道 他不是你 那你又怎么确定 此时的我 是真的我 我就说嘛 就算世界上有再厉害的人 能模仿得了你的脸 也许不出你这个贱人的样子 你看看你 是吗 是吗 我一直想问 为什么 你为什么会回来 因为江峰告诉我 不是这些 娘儿 娘我来了 什么时候多个娘 还不是江峰给我的 那个荷包惹的事 不说了不说了 之前她差点要了你的命 你别让她看到你了 是我就的你了 你现在赶我走 她 她现在 她也是个可怜人 你别为难她 不是 娘儿 我出去了 来了来了 喂 过好自己 王命特赵 贵夫人唐芷柔 秉姓柔佳 持宫殊 愚公近世 克敬进甚 敬上小心工锦 玉下宽厚平和 娇婷之礼教为贤 勘为太渊后宫典范 特召天下 传玉太渊 姐姐喝水 谢谢 小心烫啊 姐姐 现在你可让咱们全太渊的女子 都羡慕着呢 有王上这般宠爱 那日后王后的位子 定是非姐姐莫属了 听家父说 从未有人像姐姐这样 能独得恩宠 咱们以后啊 还得指望着姐姐 多多提携照顾呢 对呀 对呀 多多照顾啊 那是自然的 我看姐姐平日穿着 素雅而不失端庄 特意从唯品格 挑选了一支玉镯 此玉镯通透精致 乃为上品 特别配姐姐呢 姐姐 你试一下吗 妹妹费心了 不过这雷霆雨露的 还不全是在王上一念之间 咱们在宫里伺候着 又何必在意那些虚名啊 姐姐说得是 对对对 姐姐 那您先收着 姐姐收下吧 收下吧 刚刚内庭又送来一些 上好的燕窝和固原缸 都是五周的精铁 平常百姓家 连剑都见不到一眼呢 有王上这样的疼爱 夫人真是好福气啊 荣儿 听话 别叫我 别惹我 好吗 好 其朕学了那些什么 直到你这样为了他耽误你自己的前程 有些话我只说给你听 可为何他也知道 皇上 荣儿是冤枉的 荣儿这件不止此事 皇上 冤不冤你说了不算 你这姑娘 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你以为几次三番从我这儿偷了折子给其朕 我会全然不知 你以为 齐震在我面前提到你的时候 说的全是好话 是他 是他 我们唐家都必须停息于他 我不敢违背父亲 我 我更不敢违背国公 王上 我当然知道你们家受制于齐震 可你怎么不为了自己 好好想想 这你父亲写的 看看 这一点 我 你却会去 我 就 你 看 你 必以为重 但终究是个庶处的女子 眼见如今得了荣种 唐家的郑种 怕是要坐不住了 唐一光出身比你好得多 她进宫来 自然不许和你商量了 坐 好 你孝心可表 所作所为 全都是为了你父亲 为了定远将军府 可你这样帮着启阵 无外乎只有两种结果 一 事情败露 你活不了 二 启阵攻城 我活不了 可倘若我死了 你这个贵夫人 就只能在老宫里 挨上十年 二十年 当个活死人 我 我不要 我 我不要 棋局若是商负已定了 你没棋子 又有何用呢 自大出生期 可天 我就从未为自己打算过 如今 我也该为自己活一活了 还请王上纸条明路 这是容易 只要从今后 你的一言一行全听我的 所有的恩宠富贵 也都是你的 只要王上信得过 如而愿意 我既然能对你说这些 你有几分忠心 我自然知道 是 贵夫人 王上又来传召您过去呢 走吧 王上对夫人真是好兴致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呢 是 我不活了 我不活了 他只有你们姐姐 你也保身为主 后头改过了整个后宫 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最后一个的书 但是甜甜的王丰了 那你们去找呀 去找他当你们的新主子呀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凭什么我能输给一个 没想让他狐妹子 真是把西平俊的脸都给丢弃了 走开 你们走开 我不活了 我不甘活了 你知不知道这个唐芷荣 缠着王上夜夜升割 被这个狐狸精折腾着 还差点耽误了今天的长渊水计呀 宋剧内庭 是 王爷啊 你说的那件事情我也听说了 刚才我从宫里回来的时候 还看见王上火急火燎地 赶着去见贵夫人 年轻气盛 比不得啊 国公 你跟我说心里话 这个王后 是不是笃定 让唐家的女儿来做 我 王爷 你太看得起我了 探员的王后谁来做 哪能是我说了算哪 真是风水轮流转哪 一个二十年前只会耍大刀的江湖混子 不就是跟着你抄了文艺世子的家吗 这个唐伯年 还真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 不是跟着我 那是神宗的旨意 谋逆之罪 罪无可赦 是啊 没错 没错 达了之后 这唐伯年可就成了朝廷的国公之领 国公 现如今这唐伯年有多少兵马 十万还是十五万 这可是个做大事的兵力啊 马虎不得啊 不过国公你想过没有 你就这么确定 这些兵马就一定是为你所用吗 当年的唐伯年跟着你 那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有烂命一条 现在他可是不一样啊 国家若儿这命理注定 却要当王后的命 若我在这件事情上 因你国公而出了什么差错 那我西平郡和国公府 从此再无情分可言 王爷啊 你太看得起齐某了 立后大事不敢造次 国公 你是老糊涂了 你想过没有 让那个唐纸戎当上王后 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还当这个唐伯年 是当年那个哈巴狗 糊涂 唐纸戎这个姑娘 细意挑拨以文词 不简单哪 难道这是唐伯年有意安排的 他是想除掉我的人 去而代之 尽快赶到南辞定远将军府 务必将信亲手交给唐伯年 公子 公子 齐臣已派出姓氏夹机南下 见唐伯年去了 说是要让定远将军独自进京 走水路 独自进京 走水路 这是要试探 挖了坑给唐伯年 小军 江峰 你知不知道怀疑这种东西 一旦在心里住下了 就很难跟住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 让这种怀疑 越来越大 去找宗月 他知道怎么做 是 去找宗月 他知道怎么做 小姐人呢 奴婢也不知 你们下去吧 曾先生 看来小姐无碍 在下告辞了 不许走 我叫你来吃饭 只是想亲自答谢你一番 你之前一再推阻 实在没办法 我才骗你过来的 要怪 就怪你不给我面子 治病救人乃医者的本分 至于答谢嘛 就免了 再下告辞 不许走 吃了饭再走 月儿 你看 你来得正好 快帮我拦住他 我只是想请他吃顿饭 好生答谢一番 死活不给我面子 郡主 先生不喜欢热闹 咱们何必强求呢 你帮不帮我 好 郡主都这般盛情了 先生给个面子便是 何必为难一个小姑娘呢 好 好 你去哪儿 这不吃饭时间吗 怎么着 嫌弃我手艺啊 当然不会 从小到大我见过的郎中 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好的坏的 厉害的骗人的 我都见识过 所以你说医者的本分 是治病救人 我也知道 现在你治好了我 那是应该的 不瞒你说 我这么非要谢你 不是因为什么医术 而是因为 你像极了我的一位故人 郡主台 我 受不得 在我很小的时候呀 有一个邻居家的哥哥 我总爱跟在他屁股后头 碾都碾不走 他总是嫌我烦 光想着怎么甩掉我了 可是不成啊 我就爱黏着他 有一天 那个哥哥把我带到一个山洞里 跟我说玩捉迷藏 让我躲着 我一直等 等到晚上他也没有回来 那里一片黑暗 我又迷了路 那后来呢 后来啊 是魏管家大人找到了我 我爹快气疯了 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 但是我从来没有和他说过 是那个哥哥骗我去的 你也有什么事 你也会想要 我 他想把他给你 你也想要 你 不回去 怎么报复 先吃饭啊 这汤我可是熬了两个时辰 你们不能不给我面子啊 把汤喝了 喝了才有故事听 这个哥哥呀 从小就奇怪 他吃不了七景叶 但凡沾了一点 就会全身长满疹子 又红又痒 脸啊 还会肿得像个猪头 所以我就特意采了七景叶 我特意下来除我 做了人生中第一晚乞讨 那天晚上 那个哥哥就疼得满地打滚 然后我高兴啊 高兴得一整夜都没睡着觉 第二天我特意起了个大早 我想跑去他们家 看他肿成猪头的样子 可是 他搬走了 他搬走了 一夜之间 全家人都不见了 多谢郡主款待 多谢郡主款待 在下先告辞了 等等 你都不问问我 这汤里我都放了些什么 三年的乌鸡 又放了赤灵芝 陈皮 桂圆 罗汉果 红枣 最后还放了棋锦业 最后还放了棋锦业 没错吧 我觉得你像极了那位哥哥 可是你不承认 我只能这么试试你了 当初给郡主瞧病 我只是觉得郡主先天之气不足 精神病无异常 可如今巧来 或许是我看得还不够仔细 告辞 不许总 我偏要看 郡主尚在龟州 账所不太合适吧 我不管 我爹要看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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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可是咱们府的贵客 不要管我 这要让国公知道了可不太好 好 罢了 我给你看 我只是一个郎主 并不是郡主口中的故人 还请郡主私说 好了 芸儿 只不过就是认错了人 宗先生他肯定不会介意的 郡主 你不懂 你不懂 他们不是搬走了 咱们一家人都死了 都死了 但我只不过无论 是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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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就要活不下去 可在那暗暮天使的深渊里 听见父亲 母亲 他们在含冤 我听见舅舅 比较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你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对七云的心思 还是趁早收起来吧 就算没有两家的仇恨 是 只不過是一個 養在國公府裡的是非 一子之名 只不過是 棋枝讓你賣命的手段 他又怎麼可能 將他自己唯一的 親生女兒嫁給你 你離開幾日吧 賈小有些事情 得抓緊把他罷了 今日我又替郡主綁了把脈 雖無大愛 但病症仍在 這些藥材 雖然不是什麼西式珍寶 但卻長在山野之中 要取需要廢邪周折 如此的話 去找一個妥貼的人 前去採買為好啊 這藥還得我親自取 他人去了 我怕尋錯藥材 只不過這林中多有漢匪 還請國公安排一個武功高強 且值得托付的人跟著 這樣我也能放心 讓雲恆陪你去吧 他靠得住 好 那明日一走 我便出車 這兒 你去 雲 這好像不是去同川的路 當然不是 去同川治藥只不過是我給齊鎮的借口 你真正要去的地方 是南茨 南茨 那兒可是唐伯年的駐地 你到底怎麼想的 齊鎮暗中給唐伯年送信 讓他孤身盡盡 知道嗎 那有種 我要你接信 什麼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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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等得人都眷了 這麼晚了 再不來我悠兒一探水療店了 知道了 你接他有功 想你的 聽說您 夜夜寵信唐紙蓉 精神好著呢 難得一夜春宵 還要用來見我 真是委屈了 你吃醋了 当然了 凭什么 你就可以天天在这宫殿里面 左用右抱的 我呢 就得日日守着那冷宫 还得夜夜清醒着 生怕您随时召见我 凭什么 要不是因为长公主对我好 我早就走了 不陪你玩了 你说的这些我不信 要走 你早走了 我要真走了 你可别来找我 做人还是别太自信 偏偏我就是这样的人 说吧 找我什么事 长公主他 对你很好 是啊 怎么了 我想你帮我问他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我想你帮我问他 当年在天泉 他等王妃的身份为何被夺去 那日他与德王决裂 究竟为了什么 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他没说 你想利用长公主对我的信任 去帮你打听这些事 是 我帮不了你 为什么 没错 没错 他的确看起来疯疯癫癫的 但他是真心待我的 我从小 没有母亲 虽然短短几日 但他也让我体会到了 被母亲疼爱的感觉 所以 你让我利用这种信任 去骗着他的情报 我做不到 就算是为了我 没错 你帮过我 你也救过我 但我留在这里 并不是为了毒癫 也不是为了去解开封印 你的恩情我会报的 但不是用这种方式 你和他不过才认识短短几日 是 我跟他不过才认识短短几日 但我已经了解他有多可疑 他有多难过 我要是连他最后一点念想 都打碎的话 那真的太残忍了 若是因为这样 你身上的风影没法解开 你想好吗 如果有什么事情 是需要别人的性命就关去 那我宁可不要 那我宁可不要 是什么 并无交代 只说将军接线后 立即启程 既然是国公有令 我自当照办 大人 先去歇息一下 容我稍作整装 这就立即进京复命 是 你也知道齐阵多疑 现在唐芷蓉在宫中 独受王上恩宠 齐阵反倒猜忌 他担心唐伯年有兵权在手 又有圣恩在外 再动了什么别的喜思 所以 让唐伯年进京 就是个圈套 这一来 考验的忠诚度 这二来 齐阵在南刺大军 有几枚棋子 难道这些人要动 没错 他一旦动身离开 这些人会趁机夺取 他十五万大军的兵权 这 你们该不会 已经把信调包了吧 现在唐伯年看到的信 是齐阵让他带着五万大军 背上回京 你回去之后 还是像以前一样 待在齐阵身边 齐阵要还的 不止是他这一条命 这是说不通吗 按理说 现在不战不栽的 国公怎么可能 让我带着五万人马 北上进京呢 此事疑点甚多 将军 还是小心得好啊 贸然带兵北上 弄不好 这是杀头之大罪 可如果一旦是国公有令 唯你不从 这也是死 不行 不能这么干耗着 赶快写一封密信进京 把情况搞清楚再说 是 报 将军 昆京有人求见 说是叫云痕 云痕 云公子 快请 是 唐伯年出身世警 为人十分谨慎 仅凭一份昆京寄来的信函 就让他帅五万兵马回京 我料定他不会轻易读身 而会再三取心确认 若想打消他这份疑虑 那便需要一个国公身边的亲信 亲口告诉他 一切都是真的 而那个人就是你